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母 起来吧 我正要传你呢 我是来告诉姑母 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 一样天年 怎么一样天年 不入史册 不复太妙 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 再也不能和先帝同学而眠 不是这样的 姑母只要安心地在行宫待着 死后会安享安容 和先帝葬在一起 这个安排 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 皇上疼惜我呀 才有这样的安排 没有扭护了似的受益 皇上会答应你吗 他一定也让你选择 不划算 你看 你最爱啊 那我能在这看看 先脑低才回呢 你继续得то 太后原来找您了 秦莹 你过来 姑母知道你的性子 你必然会护着我 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 保住我的名分 可是你有葫芦氏 从来就是要我死 你死了有什么用 再说你死了 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 会让我翻身吗 就算她估计到 我是你的姑母 可我是堂堂大庆的皇后 我怎么能够在 扭葫芦氏的鼻息下 没名没分 苟延残喘 姑母必须得死 她才会让你活下去 你才能够延续 乌拉那拉市的荣耀 姑母 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 你是乌拉那拉市 唯一的职王 你要得处 你要做皇后 可是姑母 我从未网求皇后之位 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 你心里有皇历对吧 难道不想跟她生同情 死同学吗 你只有成了她的皇后 才能跟她生死不离啊 可是傅茶室是一个好福气 但加兰也会是一个好皇后 永永碌碌 没有心情 乌拉那拉市 怎么就除了你这样一个女子 姑母 姑母 你怎么了 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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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牛乌鲁士给的这碗毒药 不为毒神 只为毒血 这宫里 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五郎那拉市 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 清云 你要看着我死 郑明 我不是卑鄙自财 而是有份暴毙 怪不得任何人 可是姑母 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 眼下 你我都已无力反捕 你要活下去 你连恨都不要用 你 不仅要让 游户了事不杀你 还要让她成为你的助理 你要当皇后 才是为我报仇 更是对我的报答 你比我幸运 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 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 成为一个弃妇 清云 乌拉那拉市 已经有一个弃妇了 再不得就第二个弃妇了 孤雯 那一年 先天奉我为皇后 那是我最好的时光 神也殊辱我 我好爱的人 也没有离开我 孤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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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出来的是清主 丞翰进去时 靖仁宫那位 已经弃绝了 伺候他的秀下 也跟着自裁了 靖仁宫死了 那清英 暂时让他活着吧 那靖仁宫那位 是不是密不发丧 哀家明日去见皇帝 与他商议 回皇上的话 待丧仪一闭 太后将迁举慈念宫 太妃们迁举守康宫 东西六宫会立刻拾得出来 供嫔妃们居住 回禀皇上 靖仁宫过神了 什么 是 是清主儿所言 抱的是抱闭 真是抱闭 清主儿是 青年叫着靖仁宫过神的 是福毒 毒送何来 时间太好 聚过靖仁宫 让人去照顾靖仁宫的身后室 今儿个夜深了 明天一早 请清主儿过来 照顾靖仁宫过神了 他怎么死的 王卿支支吾吾的 也说不太明白 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 景仁宫骤然离世 王亲不敢说 才见景仁宫死得蹊跷 不过不管怎么说 死了便好了 景仁宫活着就是个祸害 天色也不早了 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 那妾身就先行告退了 联心 送侧附近 是 这景仁宫本是皇后 该遗养天年 若不是严刑得救 释换于先帝 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看来皇后之位不一座呀 您与景仁宫怎么一样 您出身大族又有皇子 景仁宫 何尝不是出身大族又有皇子 只是皇子早妖 宠妃当权 才知太后一位义主 潦倒丧命 身后连史书都不得记载 仿若是一例不曾存在的尘埃 无论皇上怎么想 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 咱们的阿尔格平安长大就好 皇上嘛 难免有宠爱之人 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 若是嫡子长成 宠妃们再生下数子 也就不怕了 皇上 慈宁宫立来为太后所居 既是太后所居 必得正中待至 传朕旨意 经修慈宁宫 以供太后一样天年 既有经修 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 那太后 可以赞助寿康宫 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 这 这也太窄窄了点 来 撤 皇上小心为太后 奴才立刻举办